2020年,12年没有演过电视剧的汤薇回归小屏幕 但是他人生的第一部古装电视剧《大名风华》 从造型到演技都被评价为翻车 2019年的电影《吹上人》也没有吹响 色界中风情万种,忍辱负重的王家之让汤薇一夜成名 之后的《北京遇上新雅图》、《黄金时代》、《晚秋》、《地球最后的夜晚》 尽管每一部电影《汤薇的女神气质》都在线 但是评分却有越来越低的趋势 年至四时,汤薇六次被提名《金像影后》却一次没得奖 对此,汤薇倒是毫不遮掩,坦言自己没有演技 她的身上有着文艺女神的气质,有着独特的个性 她的成名之路更有着不同于任何一个女演员的独特 1979年,汤薇出生于浙江月清 父亲是月清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家 母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演员 读小学时,父母举家从月清迁居至杭州 因此汤薇在杭州长大 90年代,汤薇的父亲在深圳工作了一段时间 刚上初中的汤薇也跟着父母在深圳洪岭中学上过一年学 汤薇的粤语就是在这个时期学会的 1995年,汤薇在杭州五四中学上高中 汤薇和同级的同学朱宇辰恋爱了 1997年,两人约定高考,一起考中央戏剧学院 但是并没有成功 第二年,他们再考中系 这一次朱宇辰考上了,汤薇却因为文化课差了七分再次落榜 直到1999年,汤薇连考三年都没有进入中系表演系 他在阅移时间兼职做广告模特 而当年约定一起追求学业的朱宇辰已经在中系读书和他渐行渐远 2000年,21岁的汤薇,第四次高考 这一次他接受了面试考官 你不是一个好演员苗子的忠告 以曲线救国的方式报考了中系导演系 终于被录取 汤薇不是让人一见清新的主流美女 他胜在气质出众,眉清目秀 一米七二的身高,修长的双腿 在导演系很快站露头角 这时出现了改变他命运的人 2002年,戏剧制作人袁洪在中系举办大学生戏剧节 导演系学生汤薇是志愿者 他工作热情,给袁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袁洪的朋友圈里有一个前辈 话剧导演赖生川 赖生川当时正在筹办大型话剧《如梦之梦》 袁洪邀请赖生川到中系做讲座 并安排了一场话剧演出 话剧的表演者正是汤薇 汤薇因此得到赖生川的赏识 加入到赖导的团队 参演了话剧《如梦之梦》 饰演五号病人的妻子 2004年,25岁的汤薇从中系毕业 这一年,他还参加过2004届环球小姐的选美 参加选美没有令汤薇成功 他止步于北京赛区第五名 毕业后的汤薇接演了一些电视剧 努力在影视圈打平 他出演过话剧《切格瓦拉》 主演了一部电视电影《锦花燕子》 《锦花燕子》是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出品的电影 汤薇饰演了一个假小子式的交警 与古板又自负的律师因一起车祸相识 擦出了《爱情火花》 影片中适应古板律师的是演员田宇 在戏外,田宇和汤薇成为了男女朋友 当时的田宇也是没有知名度的小演员 直到近年来,才因为在《庆余年》等电视剧中的演出走红 这是后来的故事了 而当年和汤薇一起搞中戏的初恋同学朱宇晨 早于汤薇进入演艺圈 2006年,27岁的朱宇晨 在石康宾剧《赵宝刚》导演的电视剧《奋斗》中 饰演华字一角,被观众熟知 虽然汤薇因为锦花燕子 得到了电影频道的一个优秀女演员奖 但是她还是无名的普通演员一个 和田宇甜蜜的恋爱者 浑然不知命运之船即将转舵 凭借段贝山,拿下《奥斯卡小惊人》的李安导演 正在筹拍一部新电影 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的《色界》 汤薇的男朋友田宇报名影片 想获得角色 汤薇帮男友去剧组送资料 在剧组,汤薇凑巧遇上朋友 朋友顺路带她去见了李安 李安注意到汤薇的气质 将她作为王家之人选的考虑 其实不是我打电话推荐给李安的 不是这样子的 是李安自己用她的管道发现了汤薇 然后是李安在就向朋友跟朋友问一下 说这个听说你做过她老师 那她是怎么样 那就这样收集一些资料如此而已 最终汤薇出演了改变了她一生的角色 王家之 田宇却无缘任何角色 2007年11月《色界》上映 汤薇在影片中表演出色 她名声大噪 一举掌握金马奖最佳新人奖 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人物 汤薇在事业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 然而成功的背后 她与田宇的恋情走到了尽头 她在影片中的激情戏也令她饱受压力 2008年初 中国官方对她进行演艺限制 禁止对她做任何形式的宣传 停泊她所有的代言广告 一切通告全部取消 汤薇退回广告代言的费用 销声匿迹 远走因果 在伦敦的两年里 汤薇在伦敦音乐戏剧艺术学院折服进修 空余时做兼职模特 利用自己羽毛球二级运动员的资质 从事羽毛球陪练的工作 甚至跑上街头卖艺 这个时期的汤薇 不仅没有一蹶不振 反而更加神采奕奕 光芒四射 让人见识到她惊人的抗击打能力 和强大的内心 演艺之路没有被堵死 李安导演也没有袖手旁观 受她所托 香港著名的制片人江志强 将汤薇迁在公司 以两年为限 谋划汤薇的付出之路 2010年 汤薇重新回到质疑从兄的土地上 这时她已经31岁 在公司的安排下 汤薇走上了文艺女神的复兴之路 她在电影《月满轩尼诗》中 与张学友合作 出演剧中女主角 电影《晚秋》 汤薇与韩国演员玄斌合作 出演因杀人而被入狱的女囚犯安娜 《晚秋》是韩国中五路巨匠 李婉西导演1966年的作品 汤薇出演的《晚秋》 是经典电影的再度翻拍 而导演则是曾经因为指导 《女高怪胎2》 而成名的韩国新生代导演 金太勇 没错 金太勇就是后来汤薇的丈夫 她女儿的父亲 但此时 两人还只是合作的关系 《晚秋》令汤薇获得2011年 韩国第47届 百奖艺术大赏 印花部门最优秀女子演技奖 是第一个获得该奖的外国演员 2010年 汤薇参与拍摄了电影《建党伟业》 备受瞩目的县礼影片《建党伟业》 召集了178位明星出演 大咖云集 汤薇被安排在片中 饰演毛泽东的初恋江南第一才女陶逸 尽管上映前 汤薇的戏份还是全部被剪掉 但是外界普遍认为 能够参演这样一部主旋律电影 亦是解禁的信号 随后不久 中央电视台的颁奖典礼 邀请她作为颁奖嘉宾 她主演的电影《武侠》和《急速天使》 均顺利上映 各种信号都显示汤薇已被解除了演艺限制 2013年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上映 汤薇饰演的文佳佳 是富美代产的富豪的女友 于处在离婚危机中的吴秀波 在月子中心相识 在经历种种之后 最终定情 这部浪漫喜剧 因为涉及移民 生产 月子中心 富豪小三等诸多话题 票房一路飙红 34岁的汤薇 也掌握国内诸多奖项 人气急剧攀升 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女神 这年的10月 汤薇在韩国拍摄广告 与当年合作晚秋的老朋友 金泰勇付出恋情 2014年7月 汤薇宣布在瑞鼎 和金泰勇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8月 两人又在香港正式完婚 婚后的汤薇 依然活跃在大荧幕上 电影《黄金时代》 他饰演女作家萧红 2017年 汤薇出演《北京遇上西雅图》的 第二部《博二情书》 再次获得金像奖女主角的提名 这是汤薇在七年的时间里 第六次获得金像奖的提名 但是他从来没有得奖 这也是前无古人的一项记录 2018年 汤薇出演青年导演 必看指导的艺术长篇 《地球最后的夜晚》 虽然影片为了第七十一届 嘎那影展的一个竞赛单元 但是口碑两极分化 2016年 汤薇在香港生下女儿 汤薇一贯低调 几乎不用社交媒体 除了出演的电影 电视剧 几乎不出席活动 而他自己 也曾在采访中谈到 如果没有人 再愿意请我去演角色 我当然会怀念 但是 我会做别的事 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而且我相信 我做每一行 都会很开心 所以我们下期 Joshua